一说到烧心这个词,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但是只要一起起胸口出现火辣辣的疼痛感,那么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,一旦出现了烧心这种情况,是会让人变得很难受的。 不仅胸口会很痛,而且还会产生胃不反酸水的情况,那么烧心到底是哪个器官生病了呢?为什么人们会出现烧心的情况?赶快来看看这篇文章,现在有很多人都会出现烧心的情况,而且因为经常会表现为胸口疼痛,很多人都认为是从心脏发出来的疼痛感,所以也就认为自己的心脏出了问题。 但是其实烧心是和自己的心脏没有关系的,并不是因为自己患上了心脏病,或者是心脏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病症,烧心就是因为人体的胃酸出现反流的情况,从而就使自己的食道被灼伤了。 那很多人会感到纳闷,为什么会感觉是胸口疼痛呢?这其实是因为人的食道非常靠近心脏的位置,在食道的位置出现了灼伤感。 就有很多人认为是心脏出现了疼痛感,可能很多人还是不理解为什么胃酸会让人有一种伤心的感觉。 现在就为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,人们都知道胃酸的PH值是比较高的,但是胃部有一层带碱性的胃膜保护。 这就是为了保详胃部不会因为此生的胃酸而受到伤害。 如果胃酸倒流到食管中,食管中却没有这种含碱性的面膜起到保护作用,所以胃酸就会伤害到人的食道了。 为什么胃酸会出现倒流到食管的现象呢? 第一,如果一个人吃得太快,或者是吃得太饱,就会给自己的胃部增加很大的负担,从而就很有可能会患上一些胃部的疾病。 其实胃部中有一个小器官是连接着胃和食道的,这个小器官最大的作用就是防止胃酸反流到食道中,但是如果人们吃饭的速度太快或者吃得太撑了,就会让这个小器官的压力变大,慢慢的变得松实之后胃部和食道之间的房门就会被打开,那么胃酸就很容易的会反流到食管中了,这样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伤心的情况。 第二,如果人们特别喜欢吸烟或者喝酒,那么也会常常出现伤心的情况,这是因为香烟中都是含有泥骨丁的,这些泥骨丁会使胃部的小器官的压力变大,所以胃酸就更容易反流到食管中,而且酒精会增加人体中的胃酸的分泌量,所以会使胃酸反流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